即便天氣又濕又冷 還是有不少民眾冒雨在篩檢站 等待採檢 就鼻涕一直沒有好 可能有在附近或是什麼的 就想說塞一下比較安心 是說有跟土地通 有有有通知 民眾擔心社區有隱形傳播鏈 自動自發預約篩檢 因為新北13日新增7例本土個案 其中有一例設計師確診感染源不明 也讓外界擔心傳播範圍是否再擴大 設計師染疫這個事件 過年期間一直長期待在高雄 那目前在新北市方列了15個 全部人 我們後續還會再去做追蹤 另外高雄沙市場群聚案 相關的確診三幼童 市府也緊急針對林口區 兩間國中小展開清宵 預防性停課14天 而嘉蓮一電子群聚三人 應轉陽 儘管病毒基因定序與淘基相同 屬於同一個傳播鏈 但市府仍舊不敢大意 在春節過到2月28號這個期間裡面 我們都要密切地觀察整個疫情的變化 儘管市府強調疫情安全可控 沒有大規模擴散 但仍得加快疫調跟匡列速度 才能讓民眾安心 環宇新聞送據另外一集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